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超过450点 首次突破3万点的大关 并且是收盘也是超过3万点 新冠疫苗上市 值日可待的乐观预期 还有美国政权过度进程将正式开始 亚伦将获得财政部长提名等消息 都是好消息 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 推动美股攀升 但是一些high flyer的却是因为工业轮转的原因 而被很多人都抛售 转进了一些其他所谓的价值股 道指收盘上涨454.97% 1.54% 报3046.24% 纳指上涨156.15% 1.31% 报12036.79% 标普500指数上涨57.82% 1.62% 报3635.41% 追踪小型股的Russell 2000也创了历史的最高收盘记录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好像是在股市里面非常难得的 如果大家相信假期从after Halloween开始一直到Christmas都会上涨 那么今天收盘收在超过三万点以上 到底守得住吗 还是象征着市场会掉头向下的一种indication呢 黄老师 请发表您的高见 我觉得用市场的心理上来看 当然这个市场呢 现在好像是看好 所以在心理上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所提出的那几样东西 好像疫苗好多家的公司都说 都报出好消息 拜登成为下一任的总统 非常确定 那个拜登也任命了Jannette Yellen 他这个隔派的前美联局的行长 他变为 现在是可能是成为财政部长 然后大多数 我基本上没有听过一个分执师 或者是经济学家说这个市场不好的 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都 现在好消息好像传得出来 大家都看好 刚刚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居安思维 所以另外当然我们看技术的还有几样东西 非常准确的 非常准确的两样东西 显示这个市场随时会下来 短期了 长期当然就是好像可能会 大家想象一样就是疫情可能会过去 然后明年经济服输 那么长期来说 这一两年可能是好景的时候 但是短期来说 应该会有一些赔弱 基于两个指标 三个指标 刚才那个指标就是太多好消息 那么我们还希望什么好消息出来 推动市场呢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CNNMoney的Fear and Greed Index 嗯 很久没看它了 今天一看 原来它在过去三年之中 现在已经涨到最greedy的 第二个第二名 就是这三年以来最高 只有一次高过它 现在基本上是最高 同时这个指标就是每当它去到80的时候 都会转头 今天是88 哇 所以呢 就是距离市场转头的时机不远 呀 更近了 第二个 第三个 非常准确的指标 几乎是 今天你看到这个指标的话 明天就会发生 但因为我不能够说明天就会下来 就是只不过是近期了 就是非常明显 这个 这个是职业熟知的 put call ratio put call ratio呢 现在它有两种put call ratio 一种put call ratio就是index put call ratio 就是买卖指数的那些齐全的put call ratio 然后另外一个是equity put call ratio 就是买卖单独股票的那些put call 它们的比例 它们的比例呢 当然我现在今天的它还没爆出来 可是昨天已经很低了 就是这个equity put call ratio 0.42 是很低的 那么今天 今天等一下爆出来的话 可能会跌破0.4 因为今天好嘛 这个市场 所以put call ratio肯定会跌 然后index put call ratio呢 已经跌到非常低了 就0.65 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个index怎么准确化呢 我们打开这个s&t图 然后配这两个index进去 每当这个 去到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股票第二天 市场第二天就要翻盘 就要上了 所以所以 这两个 刚才的free and greed 就在非常greedy的地步 就在非常greedy的地步 也在不够 call ratio 最低的地步 所以 市场也上了去这么多 当然了 连年都是 但是 Thanksgiving 前一天 后一天都是好的 所以可能会过 还过了这两天才跌也不一定 那就是下礼拜了 可能是 12月 12月可能会有些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看市场短期 那么我在老生常谈的问一句 三万点在短期到底守不守得住 其实您刚才的论述也就回答了 短期可能守不住 可能会下来 那今天三万零四十二点 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个点数和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虽然是只差一点点 但是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不到三万 一个是三万以上 那现在标普500也达到历史的新高 可是我们看到因为 Industry Rotation 工业轮转 其实很多的 High Flyer 都已经下跌 蛮多的 看一下 Zoom 看一下 Square 看一下 DocuSign 这种疫情受益股呢 现在也被抛的蛮厉害 那回到的价值股 这些所谓的价值股 在民主党总统当选以后 这个国情 政治方面有一个平衡点 你到底这个价值股能够涨到多少 也大概不会像 High Flyer 这种高科技股 涨得这么多 涨得这么久 所以现在的政策是什么呢 黄老师 策略是什么呢 政策就是 假如是长期的投资人 基本上就不要理会这个市场 就是留着股票 刚才我说了这个股票市场下来 可能只不过是下来 5% 或者是小过5% 然后大家也忍不住 又进场了 对不对 现在 摩根斯坦里很只是说 现在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 依购投资人和个别投资人 他们的钱都用光了 你相信不相信 应该是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摩了这么久之后 每一个人都已经把钱投进去了 同时有很多人都是 很小的人会慢慢的买进去 对不对 他们一买 就是把传额就买了进去 除非是机构投资人 他们会快去分批买进这样 所以他们有一个指标就觉得是 现在的钱也进的差不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可能到这市场短期回调 这回调 就是 应该没有大意外的话 回调 小过回调之后 可能就会重新再上去 所以长期的投资人基本上就不需要理会 那么如果看到黄金的ETF GLD 自从在8月初达到195块 今天来到了169块5毛9 今天又有一个跳空下跌 下跌了1.53% ETF达到的是169.59 从黄金如何看待股市的前景 并且黄金ETF的人应该如何处置 黄金这块要没人买了 它的问题就是 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反应 没有可以做得到做对冲的性能 就是股票涨 它也涨 股票跌 它也跌 跟着股票非常上下 当然了 但是今天股票涨黄金点 当然了 今天它跌的最主要 原因就是 因为大家觉得疫苗出了来 经济会好 所以利率上去 利率上去当然对黄金不好 另外 黄金的最大的劲敌就是Bitcoin Bitcoin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网上买卖 网上用Bitcoin来买东西 现在你看PayPal 你看Square 你看Sophify 因为他们很多这些网络交易的这些平台 都已经很方便的买到Bitcoin 而且可以用它 你黄金买到黄金 你能够用黄金吗 不能啊 不会 你不能买块黄金去买东西啊 对不对 对 不会 可是Bitcoin的好处就是 你买了之后立马可以用 用你的Depid Card 来用 或者是把它 把你所需要的Bitcoin全送过去 就是非常 所以这个 这个也适应于那些年轻人 你觉得PayPal 有3亿的账户 嗯 就起码这3亿人 好大部分 他们都现在 嗯 可以这样买卖Bitcoin的话 他们都可以买Bitcoin 是 当然现在 转期来说不是鼓吹Bitcoin Bitcoin可能就要快下来 嗯 因为它涨到了 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九左右 对 已经过高了 嗯 然后最近涨得比较急 可能要从两万 两万块附近要下来 大调一阵 然后才能够上去 好 我们讲了股市 讲了黄金 讲了电子黄金的Bitcoin 那您觉得股市短期可能会回调 黄金呢 大家不爱了 那是长期持有黄金的人也不必持有了吗 呃 要慢慢要 要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刚才我说的就是 这几个月基本上都没有对冲的能力 对 那么买了 买上来干什么呢 好 就是不性感的意思 那Bitcoin现在是蛮高的 在前期的高点是一万九千九百九 那现在几乎是已经非常接近新高了 所以主力马上就在前面 好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个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受疫情影响而延期的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将仪式电视举行 娱乐漫谈主持人周乐 于每周五晚十点半 邀请各界专业人士探讨税务贷款 投资各个领域 展望2021 第二届财经嘉年华电视专辑 11月6号起 每逢周五晚十点半 KTSF26台 本节目由华美民航GMCC万通贷款 美国饭语集团Long On Time 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日本富士高端医疗按摩椅 AI4D FJ8500感恩节回馈高达60% 买按摩椅 赠送价值1488 室内家居智能自行车 Anson Blue Cross社区营业代表 Helen Way Yu分享Medicare各种计划 勾给资深贷款顾问经历 分享如何又快又好拿到贷款 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11月28 29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曼谈好时光 好消息 最近贷款利率历史新低 五十一万三十年固定2.75 十五年固定2.5 七十六万五千三十年3 十五年固定2.625 无任何费用 五十一万出租房利率也是新低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408-315-9470 315-9470 货店由到 Lee at LeeZenCorp.com GMCC万通贷款配合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推出Purchase贷款快速通告 大额贷款Promotion超低利息 独立屋自住 购屋重贷或者Cashout 同样的利息 三十年固定No Point 2.875 APR 2.916 大额投资物业贷款30%首付 超低利率 请联系GMCC万通贷款顾问 关注最大最强的华人Direct Le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直接放款 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atGMCCLong.com 雷库11月13号2020 LongAmount100万 LTV50% FICO800 W2Jumbo Rental Max 4REO Primary Cashout Max 40万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雷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431位专业专精的贷款顾问 为您提供最好的贷款计划服务 GMCC万通贷款GMCCLong.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2101509029 NMLS254895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沒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對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來說 在經濟與身心上都扛著極重的負擔 苦不堪言 別讓自己成為親人的包袱 最專業的范語集團 888-831-8868 精英理財 介紹新冠疫情下的長照保險 及遺產信託 邀請到灣區著名李小薇律師 介紹遺產信託 同時介紹兩人何乃的長照保險 保證長照終身無上限 用不到長照有人受保險理賠 請參加網上教育講座 11月21、11月28 周六下午2點 報名請電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兩小姐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財顧問 在她十多年的職場中 盡心盡力地為個人公司及團體 做財務規劃 Helen Ho 是資深broker 代理上百種產品 為特別的您制定 適合您的理財大技 請致電Helen Ho 650-678-0718 乍談詳情 本節目由歐洲休閒品牌 Alps Velo 三折電動助力自行車 獨家冠名播出 銷售及查詢熱線 315-367-2577 315-367-2577 聽眾朋友歡迎回來 黃老師 我們第一個談到的個股 我們來看一下Zoom Zoom它從最高點的550 跌到今天的427.55 最近這一個禮拜呢 的確從跌升反彈 那今天是稍稍又下跌了一點 怎麼看待Zoom這個股票所屬的行業 還有它的短中長期的預測 我覺得凡是長得多的股票都會有泡沫 Zoom是其中之一 跟著就是電動車的股票 但無論如何 常常Zoom Zoom呢 因為它已經從高點下來了大概30%左右 然後現在 在面對這個20天均線都不能夠收復 所以技術上它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它的20天均線就是在440塊 它的50天均線470塊 所以你首先要過這兩個阻力 才能夠再上去 所以它現在一個型態就是頭肩頂的型態 所以這些都是技術不看好的型態 所以下一波它的機車可能要下來350 當然基本面上就是因為疫情可能會受控制 下一個年度 所以這個對於它來說也是一個打擊 所以是我們現在的趨勢看別 最近一波反彈可能已經完了 就可能要下來了 下面一支是Tesla 自從它加入了標普500 它氣勢如紅 現在又衝到了555塊3毛8 它會不會是下一個Zoom 繼續下跌了呢 Tesla真的好厲害 你根本沒人知道它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現在就越來越多機構 越來越多分子師千天 我是誇張一下 可是千天基本上 美國很短期間都加貴 他們的price target 那麼最近有人歸他去到560 所以現在就555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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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每一張公司對他都做好 現在可能就是Elon Mudd 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他現在是第二個最富有的人 那麼究竟怎麼看他呢 我是基本上不懂看 你用任何的角度去看他 都是overvalue 可是 人氣旺 股票 做股票 你敢做的話 你要做人氣旺的股票 嗯 我覺得就是 可是呢 他漲了這麼多之後 你又怕他下來 對呀 我還覺得最好就是 短場的這些股票 NIO 好像Tesla這樣 唯一和Tesla有 是Tesla對手的好像就是NIO 對 NIO也是 天天差不多也有人upgrade 這個是人氣的問題 可是 NIO我覺得是 最overvalue的股票 是 所以我就很少做這些股票 因為我 儘管我是momentum 啊 動力的 看動能的股票的人 你是理性的 理性的momentum 那我寧願去做別的momentum的 而不是做這些 呃 所以我覺得電動車啊 因為他們太瘋 可能就是下一個板塊 輪轉出來的 好 Square 其實Square 並沒有怎麼跌 到今天雖然是跌了 百分之二點三五 可是兩百零二塊九 還是 從圖表上面看 還是一直在創造的 higher low 還有higher high 是吧 嗯 那麼 Square呢 假如我們估計 Bitcoin要下來調整的話 Square就快要下來了 嗯 因為Square和 和Bitcoin 它的上去和Bitcoin很大關係 嗯 因為它的平台可以買賣 Bitcoin 嗯 然後它本身也買了 好像五千萬的Bitcoin 嗯 所以 它賺錢就是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 為什麼賺錢就是Bitcoin 所以 Bitcoin下來 對它應該 會 會拖累一下 會下來 當然它 其他的東西 它有它的基本面 也是蠻不錯的股票 現在趨勢看漲 短期要小心 我們今天 so far 所講的股票 看起來都是近期要看跌 齁 再來看一個 回到波音公司BA BA從一百二十八塊 一百三十塊左右 欸 涨到現在的兩百十八塊四毛八 它的漲幅完成了沒有 還是更高的漲幅 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 疫苗的好消息和這個經濟的可能服輸 然後FAA就恢復了他們可以這個 他們的飛機可以飛行 這些都是對波音有利 另外呢 因為它是工業類股 工業類股就是經濟好的情況之下 會蠻不錯的 所以波音現在是蠻不錯的 就是已經反彈回來的 兩百二十三這個 四天之前的高點 那麼一過了這個高點的話 就是 兩百三十四下一個高點 它已經攀上去五十兩百二十 的均勢以上 所以他們長中短期的趨勢 都是看漲的股票 好好 我們今天就主動提出了這麼多支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工業輪轉的趨勢 下次訪問黃老師的時候 再多談一下黃老師心中 在那個當下比較favorable的一些股票 因為那個時候交接總統呢 又更往前邁進了一步 可能有更多solid的利多 還有利空的消息出現 非常感謝黃老師 感謝您 祝您晚安 謝謝拜拜 好 也祝您感恩節快樂 拜拜 好 拜拜 聽眾朋友我們還有一段訪談 不要走開馬上回答 而且尼亞軍 德里昂地產請請奉上 12720 Diane Drive Los Altos Hills 奢華民量私家豪園 六房四位4800平方尺 佔地一英姆 要價498萬 199 Mapache Drive Patroller Valley 2.5英亩梦幻庄园 五房6.5位 9500平方尺 要价1798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昂 150-785-5822 Rebecca Lane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ane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ane 408-720-6800 408-720-6800 日本富士高端医疗按摩椅 Ai4D FJ8500 感恩节回馈高达60% 买按摩椅 赠送价值1488 室内家居智能自行车 Anson Blue Cross 社区营业代表 Helen Way Yu 分享Medicare各种计划 Go Game资深贷款顾问经历 分享如何又快又好 拿到贷款 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11月28-29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曼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配合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推出Purchase贷款快速通道 大额贷款Promotion超低利息 独立屋自住 购屋重贷或者Cashout 同样的利息 30年固定 No Point 2.875 APR 2.916 大额投资物业贷款 30%首付 超低利率 请联系GMCC万通贷款顾问 关区最大最强的华人Direct Le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atGMCCLong.com Ray库11月13号2020 Long Amount 100万 LTV50% FICO800 W2 Jumbo Rental Max4 REO Primary Cashout Max40万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431位专专业专精的贷款顾问 为您提供最好的贷款计划服务 GMCC万通贷款 GMCCLong.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Guga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锁了 由医学博士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巡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 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西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锁地址 100 Art Street Sv2 Revoo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 408-286-170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单元的讲到贷款的这位嘉宾呢 他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Andrew你好 周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在今天呢 是一个Milestone 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 道琼斯冲上 并且又守住 又收盘在三万点之上 可是今天的公债的利率并没有增加 对 其实这周怎么讲 第一个这个马上Holiday Sandsgiving 大家至少心情会好一点嘛 对 因为 环境也配合才行 真的配合 现在你看这个 疫情非常严重 现在真的蛮吓人呢 说这个增长这么多 死这么多人 但是呢 你如果抛开这个不讲 这个经济市场 股市也好 这个债市也好 整个都还是按照我们的 就是说按照我们意愿嘛 你看股市有涨 并且按照我们最好的意愿 对 这个利息呢 也没有太涨 而且最近 虽然这个前一段 这个0.5% 这个费加上去 但实际上最近这些利息 比以前还更好一些 哎呦 这个最主要原因还就是 这个联储局 还是比较 现在你可以用什么给力了 真的 非常给力 非常给力了 就是说 因为现在他每个月 基本上是 purchase大概 接近12个billion 哦 就是等于说 他还在这么做 哎 所以你看现在 基本上是他在买这个 虽然这个你看十年公债 这个收益率 现在涨到0.8 已经上涨了嘛 嗯 但是这个mortgage back security 最近还是维持 比较低的这个 这个水平 也就是说 有人在背后 在就拖着这个市场 就是我们的联储局 对 就是他们 那基本上 他就每天 每天几个 几个billion的 这么去买嘛 对不对 那 靠他了呀 靠他 对就是 呃 所以所以大家想想看 现在利息这么低 其实这个贷款 就你感觉像一个福利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政府福利 对 给你30年两点多 这个15年 有时候接近两个percent 这确实让你贷款 然后股市又在涨 你想想看 那个 what can be better than this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 当然大家总会在想 这个这个能 能持续多久啊 对不对 这是你能抓到 就可以锁住多少多少年了 对对对 就说问题是 就是这个联储局能拖多久啊 这个这这这钱以后怎么还呢 对 这个当然这就 我们应该 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时候政府还会出来替我们解决的 对 所以这个 我现在感觉啊 你像现在跟08年相比 跟还有跟这个90年代的那个 大经济衰退相比 现在就是这个 somehow 现在这个联邦政府有 他更有这个power 也就是更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就说 呃 在资金support上是 更有办法 我想这个跟08年 他们这个金融改革 当时就有一个这个 之后有一个这个 联储就有一个这个 这个asset purchase的这个 这个policy出来嘛 所以他你看现这一次 这个疫情出来还没 大家还没怎么样 股票刚刚一跌 马上联储局这个这个政策就出来了 呀 几乎是right away 哎 就已经有救世的方案 哎对 跟这个08年 截然相反 08年我记得当时 托托拉拉 里面不拉的倒闭 几个月 大家都处在一个这个 当时市场真的是停顿 慌张 然后根本无法解决 哎 然后那个时候的财政部长 还单期下跪嘛 嗯 像那个众议院的主席 说请你帮忙 还记得 对对 毕丽在目 结果现在已经从教训中得到经验 马上就伸手就是 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 今年整个 虽然这个疫情 没点好转 但是整个市场还是被拖住了 嗯 嗯 呀 的确是 我们还是要重申 呃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的亲友们 一定要注意 proactive的来防止疫情的发生 对 虽然说尚没有发生在我们直接的亲戚和朋友身上 可是这个并不能够让我们松懈 健备 直到疫苗出来为止 就希望疫苗 并且有着有效期比较长 然后有效率也比较高 对 反正现在大家就尽量在家待着好了 不要出去了 现在都已经成了习惯了 买东西都是online 就看到运货的车子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对对对对 嗯 好 那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利息好吧 今天的利息呢 呃 30年固定是2.5 呃 15年固定是2.125 呃 high balance 三十年是2.69 15年呢 是2.25 哇 jumbo loan现在30年 呃 如果你条件好的话可以做2.875 所以最近利息你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都是不到三的呀 哎 都是不到三了 所以现在这个 而且这是固定利息啊 这个呃呃呃 而且今天就是公布了嘛 那个confirming loan 要增加了 增加上涨到82万多嘛 嗯 就是张这个 从76万 对 其实这个更 因为因为现在你看 如果你是80万的loan的话 以前你不能qualify 现在变成你就qualify了 这个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对 可是现在贷款 今天就可以用新的guideline来approve了 还没有 现在等银行 因为通常我记得以前 大概12月份基本就开始可以做了 可以lock利息了 因为现在今天刚刚公布嘛 所以这个银行我还没有听到 他们的这个新的policy还还没有出来 所以至少这个应该呀 应该很快会出来了 所以policy制定者也配合holiday的来临啊 感恩节之前就给了我们贷款的朋友一个很好的礼物 对啊 最近这个呀 大家真的应该心情会好一些啊 最近天气也还不错 也没什么用 对 在户外运动是最好了 可是都要相隔六尺以上 那您觉得啊 在贷款和地产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贷款的loan 重贷的loan是要多久申请的完整 还有purchase loan要多久才能够完成 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整个银行的process当然还是慢 但是比这个一个月前一两个月前是我觉得这个improve蛮多的 最主要可能银行慢慢的也因为这个就是利息突然跌他一下是不过来嘛 需要这个不管是从在processing上面或这个要improve嘛 那最近来讲很多bank都都慢慢的加快了 但是呃呃就是说还是看怎么讲就说呃还是要看你什么样的program什么样的去哪家bank啊 因为这个bank之间还是蛮大区别的 特别有些比如他们offer非常非常低的利息 哦那有可能比刚才您报的还要低啊 对啊比我报的还低那有可能他的这个processing time就会take比较久一些 这也make sense嘛因为你你利息低那你这个收的file很多的话你你总这个现在来讲还是要人去process了 嗯所以呃有的时候慢呃怎么讲就是倒不是我们我们这边做事慢而真的bank那边呃你送件进去基本就是排队在等着review 其实review可能就是two minutes但是你要等可能等这个四五天一个星期才能有人才去看 才轮到自己哎对对对所以这个也请大家这个能够谅解就是现在呃这个有些会特别refinance会会会慢一些 但有些bank还不错我们基本有些bank也可以那你你就替客户送到那个可以快一点的bank 我就是看你要要因为如果你非要拿到最好的利息那那也没办法 所以那是另外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对那从purchase zone来讲我们因为银行还是有这个priority就是做新做这个underride这个purchase zone purchase zone我们基本是30天或三周的guarantee都是可以可以能够close的 哦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到三到四星期都可以close的 嗯这是purchase那如果是重贷就take longer time 重贷一般的消费者还是认为要把自己的monthly payment 因为低利息导致的monthly payment降低这个是primary的reason 那您觉得一般消费者还应该考虑为什么要重贷呢 对这个降低payment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啊原因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呃有以前很多朋友都做的arm嘛 把它一个把它转成fix嘛固定下来那么还现在fix既然这么低哎为什么还要去做啊 哎对对对你那个arm不管你这个五年七年大概也就是未来几年就到期了嘛 嗯对那最主要还一个因素就像我们刚才讲很多人觉得这个贷款已经变成一种福利了嗯对你要不拿这个福利也白搭了白搭对那你倒不如说把这钱拿出来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啊或者你就算是放在银行里面呃也也比较安稳一些如果因为这就看每家的这个situation了 因为这个呃有些朋友基本上呃他的cash flow啊或者他的asset比较多那他他可能他的目的是要pay down faster就是我要把这贷款争取这个早一点付早一点付清费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都基本走15年啊这种或10年这种program那有些有些家庭他们的呃cash flow并不是太好那或者说他也不是说不好啊而是说就是说他prefer更 希望更好更好更好对然后嗯他们的呃投资可能会更aggressive一些那他基本上就是啊我希望就做一30年的因为30年实际上你那个利息也蛮低的那我要保证说我每个月payment并不是很高而且是固定的利息呀这样情况下就是可以可以可以这个maximum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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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钱的效率嘛嗯 嗯andrew那您刚才提的这些报道这个program的这些利息都是fix rate的嗯那maybe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的arm的rate还比刚才您说的fix rate要高呢对对对现在其实你大概如果前几年做arm比现在fix都要高了哎真的是没有想到哦fix rate都会变成这么低 对这个今年确实蛮特别的哎蛮特别的特别是这个通常联储局没有这么大的power嗯也老实讲你从我最近看过一些这些历史这样这些金融危机比如像这个90年代的时候也是带个这个saving loan倒闭的时候赢这个联储联邦根本没有钱去救他们 只能任期让他倒闭那个时候政府都没有印钱啊没印钞票嗯可能他不会像现在有这种program会有这种呃因为现在你看虽然我们的呃虽然现在你说这个美国的政府的赤字很高嘛那那这个现在来讲实际上他每年都在调高这个上限嘛虽然他有个限制说哦我不能超过这个赤字但是每次出现问题闹几天 基本上就把上限提去了哈哈哈被我们看穿了啊对对对所以现在可能呃整个可能也是整个金融市场这个资本的流动比以前更有效率然后这个呃这个联邦等于有更更更更多的手段来来调控这个资金了所以也是一个原因嘛那财政部他们另外一一部分要负责纾困法案嗯 您觉得有没有一个盘头我想一定会有了这个呃特别是这个新总统上台嘛他总要新新要稳定经济嘛给点糖吃啊对对对而且我们看这个他新任命的这个呃这个财政部财政部长就是杰南耶伦对对对我想这个他的目他是有他目的性了 因为他也是为了讨这个乌斯税的欢心嘛呀第一个这个人是他的华尔街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人而且知道他嘛你要找随便找人你还不知道他对他知道他的stylestyle然后这个也是这以前歌派的这个比较这个非常歌派也很资历也很够 他的先生是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的得值得奖者对对对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么的呃民主党肯定会会会会这个推出一些更多的这个这个这个package出来所以老政客上台啊还是有他的特点啊对就说他他的目的当然还是要要要为自己加分为这个因为现在政客呃很多也不是为自己的理想 而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嗯对对嗯好那despite of他的年纪不说他还是想有一个好的传说吧对对好我们访问的嘉宾是Andrew B我们休息一下访问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long on time贷款公司提供给您这一块钱的方式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并及时提出申请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longontime.com GMCC万通贷款配合第二届财经嘉年华推出purchase贷款快速通告大额贷款promotion超低利息独立屋自住购屋存贷或者cashout同样的利息30年固定no point 2.875APR 2.916大额投资物业贷款30%首付 超低利率请联系GMCC万通贷款顾问 湾区最大最强的华人direct lender大额贷款直接审核直接放款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瑞库11月13号2020 Long amount 100万 LTV 50% FICO 800 W2 Jumbo Rental Max 4 REO Primary Cashout Max 40万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431位专业专精的贷款顾问为您提供最好的贷款计划服务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 但观众的期待依旧热切 寻众要求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写定于11月6号起在KTSF电视频道上举行 娱乐漫谈主持人周乐 邀请各界专业人士和您一起探讨税务贷款投资等各个领域 分析市场状况 展望2021 美国范语集团创办人胡正国分析财务all in one的优势 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Anna佐 介绍工商贷款快捷通 GMCC万通贷款三位创办人从零利率时代看2021房贷 Long on time创办人Andrew B 告诉您所不知道的房贷那回事 王如梅会计师带来2021年个人公司报税全揽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让您在受疫情影响的市场中 看清形势计划将来 稳操胜券 第二届财经嘉年华电视专辑 11月6号起 每逢周五晚上10点半 KTSF26台 GMCC万通贷款配合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推出Purchase贷款快速通道 大额贷款Promotion超低利息 独立屋自助 购屋重贷或者Cashout 同样的利息 30年固定No Point 2.875 APR 2.916 大额投资物业贷款30%首付 超低利率 请联系GMCC万通贷款顾问 关区最大最长的华人Direct Le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Reku11月13号2020 Loan Amount100万 LTV50% FICO800 W2Jumbo Rental Max4REO Primary Cashout Max40万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e-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431位专业专精的贷款顾问 为您提供最好的贷款计划服务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您好 周朗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现在在Purchase里面 还有在ReFi里面 那除了刚才报的利息 您觉得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Program吗 是给现在第一次买屋的朋友 也许他的首付不够 他的薪水不够高 如何能够达成他们的买屋梦 现在来讲就是 当然这个通常一个是 这个County 他们会有一些这种Program 去帮助你这个Dumb Payment 包括这个City有这种Program 但现在来讲可能因为 这个Pandemic嘛 然后这个City的Budget 我想可能也比较有限 挪到别的地方去用 这个方面可能会比较相对小一些 那么基本我们只能从现在的Program 来去挖掘到最大的贷款能力了 那么基本你要注意 就是说 因为银行贷款的干扰 最主要就是你的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你所有的 DTI 对 你所有除以你的Income 那么就是你要注意 需要注意比如你的Credit Card Bill 就不要说有很大的Balance那边 特别是你准备在买房之前了 那第二个呢 最好还清是吧 最好还清 对 或者你这个Monster Payment会 就是Keep the Balance少一些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 比如像你要买车 这个有人去lease啊 这些你都要注意 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 你可能 因为你这个Car Loan上 比如你几百块啊 这实际上相当于你这个贷款能力 会少十万到二十万的样子 这么多 对 这个你要注意 就是说 如果你今年有打算买房的问题 你最好先做一个Pre-Approve 就是你Make sure 你能够Qualify多少钱 第二就是你买车呢 之前呢 还是先 最好不要在一起做了 先买房再买车 对对对 因为你你这个想想看 有的时候买房 你可能要加几万 或者怎么样 你到时候就 为了几万块钱 可能也带不成了 对 带不到款了 对车子我想这个 这个是比较容易 容易做的嘛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牵涉到 在Purchase Loan 当配要有百分之多少的问题 还是最少要20%吗 一于20% 可以 现在实际上10%也可以了 就是看你的这个整个的金额 然后你的信 这个收入方面 是不是能Qualify了 因为现在 这个 只要你income足够的话 你当配分少一些 还是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 income足够 就DTI你要make sure 才达到一定这个要求 OK 现在如果要拿到最好的利息 那在当配方面 还有在credit score方面 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 credit score你基本要在740分以上 然后当配分最好在25%以上 这样会你的这个利息会比较好一些 让我们了解一下 income property的情况 income property最近的利息 也是稍微跌了一些 这个像做这方面的这个银行也多了 比这个前两月要多一些 所以现在 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income property的话 可以考虑现在做refinance 特别是51万这个以下的这个 51万现在要涨到多少 是要到54万多 54万多 对 哎呦这样相差的也蛮多的 对于贷款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呃另外一个就是你考虑这个有可能对未来的这个地产市场也也多少 会有些影响嘛 嗯 因为这个呃 现在很多大家关心就是明年这个房地产这个这个价钱是不会继续持平呢还是会再涨一些嘛 嗯 呃因为有些人也在等他跌嘛 哈哈哈哈 买房的人在等他跌 卖房的人等他涨 希望他涨 对现在现在来讲就是说这个这个市场真的跌还真的不大容易跌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现在整个股市还不错嘛 嗯 买房的人很多 历史新高啊 历史新高 第二你想跟这个08年相比啊 现在这个多数的贷款人基本都是固定的这种program 而且都是呃more than twenty thirty percent down 嗯 所以你看就算明年这个经济真的有一些什么小的波动的话 呃多数人也不会说就管 把他抛到市场去卖 不至于吧 不至于至少我hold 因为是自己住的房子 哎对 然后他 他为什么要卖啊 都要去hold嘛 嗯 呃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明年的这个呃 除非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 多数情况这个地产市场也很难跌了 来申请forbearance monthly payment 的人多吗 呃像在我们这个area应该不是太多了 这个就说因为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因为我我前面我也这个呃有些客人去申请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是一种福利 你要去去申请总是没有害处嘛 其实有 呃其实有贷款这个方面这个真的是是你不要去try to在 因为这边就是我们就是你贷款就一个信用嘛 对这个信用甭管是这个谁跟你讲说我可以wave你 你总是有一个一个record在那边 他这边放给你他那边要把你拿回来 申请forbearance除非万不得已否则马上就秀在自己的credit report上面 对就算不受的话因为现在你看很多bank都会verify你过去的payment history 那一verify就哇他怎么有个断层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不到万不得已最最少是最好不要去申请这个 当然你真真的没有这个工作但是没有或者真正家里有困难这个没办法了 破不得已嘛 对这边贷款就是呃就是一个信用嘛你今天除非就像你这很多人以前就做business申请破产或怎么样那都是不得已的行为你不能用这个做一个想去呀这个这个有什么profit可以去赚啊这不行 关于cash out那在屋主自住屋还有在investment property现在的possibility多大 现在cash out就是说因为整个利息降低了嘛 所以现在真的cash out的这个成本也没有像前面那么高了呃现在cash out最好就是在五十一万以下的那种cash out这个利息基本跟这个正常的这个rent term差不多 那么如果你超过在confirming在呃这个七十六万五以下的稍微高一些了但是也还ok了 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呃你要你这个说到cash out就是另外一种选择就homo equity line嘛对不对 这个现在就是很多人在在纠结我到底是要cash out和或者说还是要把通过homo equity line把它拿出来就完全要看你这个到底这个钱要怎么用了因为你这个如果cash out出来以后你这个利息就马上要付了嘛嗯 并且是全部的amount都要付都要付呃呃那homo equity line呢这个虽然利息不固定但你至少就是不用的话不需要付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一旦有了homo equity line那之后你在refinance first loan的时候你的那个first loan的利息也会跟着就是就会高一些 嗯嗯子啦因为现在银行就是你如果有两个套在你的po «property»他的利息会比只有一个顾会高一些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问题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呃呃嗯呃因为有些朋友就说呃呃呃看到一些广告其实也没什么用就申请了其实你不让你申请以后反倒带来很多麻烦嗯嗯 这个就是假如说你现在真的不需要home equity line 或者说你的这个first song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 那我是建议你先不要申请 除非你现在比如first song已经拿了很好rate 可能未来不带动了 那么你现在再去开一个home equity line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以前说cash out可以高达什么long to value 80%等等 可是我刚才听您说如果是在51万以下 或者是增加额度的这个54万以下 是比较容易借贷到的 到底是用percentage来做一个标准呢 还是用dollar amount的long amount做标准呢 对就是都有了 这个你的这个dollar amount和这个percentage 会影响你的利息高低嘛 第一个你是是不是quality 第二是影响高低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要根据你怎么样用这个钱来定了 就是说你要去平衡说我多借10万块 利息高0.125啊 或高0.125是不是划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你目前还没有打算去投资的话 或者还没有打算用这个钱的话 那你可能就先拿一个好的利息就就好了 如果有屋子他又要买一栋屋子才搬进去 这种情况的钱的安排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吗 呃对这会有些影响了 因为现在呃就是第一个timing的问题 对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多多数你新买的住房 一个有可能当配卖要从旧的房里出来或怎么样 呃所以现在你几种方式啊 就是先先买后卖 或者说这个先卖后买 呃因为这个还跟市场有关系嘛 对啊 这个并不是你想买就买 对啊 所以有个因素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到的 对对对 万一这个timing或者是缘分不work for us 我们承受最大的冒险是什么 我这个就是呃因为现在有很多 这个如果说你你可以负担起两栋房 又足够dump payment 当然你就无所谓 就不怕 最最这个最有困难就是第一个你的dump payment 要从旧的房里面出来 对吧 第二个你的income就没办法qualify两个 那很着急的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一些通过一些呃 其他方式 比如像bridge loan啊 先把它买下来 然后再refinance啊 这种这种方式去做 嗯 呃这个就是说你要全面的去去去去这个去平衡啊 去然后都要想到 对对对对 要给自己充分一个后路 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Andrew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对现在来讲就是应该讲这个年前 我想应该是refin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了 对对反正因为现在这种利息呃如果你能因为因为现在就是你这个病毒问题如果明年解决的话我相信这个利息会会跟着上来 哎呀因为现在因为就是说你要想想看这个低利息是有代价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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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在不断 国家有困难 对 因为联储局是这样 他也不能放任自己的这个balance 是一直在grow 所以基本上他看到时机 他可能又开始去抛这些 想到很多紧缩的政策 他至少把这些钱放回去 因为他的balance也很重要 所以能抓住机会 就先抓住机会 不要去gambling 以后更低 腰带快 找long on time的 andrew b 408 781 8898 408 781 8898 感谢你andrew 好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电力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因为 Rainer 是检查核 您的收听 GentleCat核 对 由您的收听 与您的收听 入联系 拿…… 对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